新冠肺炎让国内外的运动赛事几乎都停摆 也重创了台湾的运动产业 少了投注标的 所以运动彩券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注 很多彩券商的营业额挂邻叫苦连天 2020年3月31号上午 运动彩券经销商工会 联合台湾地区彩券六大工商团体 在台中市议会八楼会议室召开记者会 一开始彩券业团体除了先感谢立委黄国书张廖万坚 台中市议员黄首达对于彩券业者的关心之外 运彩工会理事长何玉琪 还代表全台湾的彩券业者 颁发感谢状给黄国书跟张廖万坚两名立委 作为我们经销商的后盾 那我们实在非常地感谢 这两位委员为我们大力地来发声 那当然我们运彩商会在受到纾困以后 我们也不忘了要鼓励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国内的体坛的一个小学 那我们特别提供KOPI的纪念篮球六十个 因为公益彩券经销商还有五千五百二十家 它的呱呱乐经销商还有三万七千一百七十个 加起来四万多个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我们财政部 国库署针对这四万多个经销商 能够超前的来做一些方案 立委黄国书跟张廖万坚也在记者会中表示 他们相当了解彩券业者目前面对的困境 为了帮助运动彩券产业解困 已经在立法院向体育署提出纾困补助计划 比较去年业绩下滑三十%以上 将用一个月一万块钱 三个月为一期的滚动方式 来补助每一家运彩投注站 帮助全台湾一千六百多个投注站 针对签注运动赛事的问题 未来可以考虑以电子游艺等其他赛事 作为投注标的物 因应一些意外的突发状况 运动产业在这波纾困的方案里头 当然要被重视 那首张其冲的当然就是运彩的经销商 那运彩经销商都是个体户 而且都是弱势中的弱势 我们希望体育署是不是可以优先来提出纾困的方案 那体育署在上个礼拜经过我们的质询之后 体育署马上就有善意的回应 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当然这个每个月一万块的一个补助 只是杯水车薪 对他们以这个为收入 我想他们还是会饿死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 在这个冲击下也开始要去因应 就是危机就是转机 是不是将来遇到这种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能够再去思考 有一些新增的产品 比如说电竞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赛事 让他们在投注 如果遇到这个状况下 马上有备案可以拿出来 虽然目前运动彩券的经营相当辛苦 收入也减少很多 但是运财工会理事长还是花了大笔的经费 顾买了60个KOBE纪念篮球 送给宜兰县南澳国小的篮球队 希望他们效法NBA巨星 黑曼巴KOBE 以不屈不挠的运动精神 培养更多杰出的运动员 成为世界级的台湾之光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李佳金 刘亦伟 台中报导 了解 我一个工作的 孔子 记者陈文旭 要注意 监装 写